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今天是2021年3月17日,星期三 明天就是18号了,18号的时候,中国和美国外交的最高级的2加2会晤将在阿拉斯加开展 但是呢,我现在觉得说明天的这个会晤还有必要吗 我感觉中国和美国的这个分歧是管控不了的 是化解不了的,不是管控不了 我认为中国还是可以管控,但是我认为根本就化解不了 美国现在强硬的不得了,美国已经放话了,说绝不让步 那你要绝不让步的话,还谈个什么劲儿的呀,对吧 那昨天的时候,中国外交部还说了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记者会上就是说,什么都可以谈 香港问题也可以谈,台湾问题也可以谈,新疆问题也可以谈 都可以谈,所有有分歧的都可以谈 但是呢,今天我就看到美国的态度越来越强硬 中国的态度也变得强硬了 那美国在这些天当中,他们这个一系列的表现呢 就是有一个不把中国压下去,是不罢休的这么一个劲头 可是呢,中国能被他压下去吗?中国也不能被他压下去呀 那这结果会是什么?这两个国家是要决裂吗? 我认为现在这个分歧,现在这个紧张的架势比川普那会儿还要紧张 川普到最后搞到两个国家根本就没有任何的交流 就进入了一个冰点,就都冰住了,冻住了 本来是希望拜登上台以后,两个国家的关系能够谎和一些 关系不见的谎和,起码在态度上,对吧 大家能够心平气和的坐下来谈吧 虽然说拜登上台以后,迟迟的不和中国的国家领导人进行对话 没有进行通话,一直到中国新年的前夕除夕之夜的时候 才和中国通话 但是呢,通话之后我们看到拜登的态度 好像里面有缓和的迹象 他还说什么?说两个国家之间呢 有很多的问题,我们应该尊重中国的文化 就露出来了一些迹象 想把他来作为文化的不同,对中国采取一个尊重的一个态度 可是之后我们看到,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 打从上台的第一天开始 对中国就非常的强硬 布林肯从来没有哪怕是一句话 就像拜登的那种态度 说尊重中国 没有一句话 不仅是布林肯 他的国防部长 他的安全顾问 全都是态度非常强硬 包括他的军方 亚太区的司令 北方区司令 南方区司令 全都在国会上挑事 本来国会对中国 就是非常的对立 那他们军队的这三大司令 三大上将 还在国会上继续挑事 继续鼓动和煽动 还有呢就是 拜登在上个星期的时候 把他们的四国对话机制 升级为四国高峰会谈机制 而且还把他制度化 常规化 常态化 今后呢 要进行经常性的 一个对话 而且把这个四国机制 给他开放了 欢迎所有的国家 加入进来 他这个调子 就是一个反中的调子 虽然他说 这不是一个反华俱乐部 但是他实际上 他的所有的内容 全都是反中的 那昨天和今天这两天 美国和日本的 二加二已经完成了 完成之后 他们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 在这个联合声明里面 全都是歪曲事实 对中国的指责 说中国的南海主张 也是非法的 说中国的东海主张 也是非法的 中国所有的主张 都是非法的 要联合对中国 实施强硬的态度 以及强硬的策略 和日本还要进行联合军事演习 指责中国的海警法 授予海警可以使用武力 这也是非法的 任何一个国家的海警 都可以使用武力的 就独立中国 不可以使用武力 中国那么多年 都没有使用武力 就刚刚修改了海警法 这就是一个非法的 那昨天的时候 赵立坚在记者会上 已经说了 任何事情都可以谈 希望这个二加二会谈 能够在两国元首 在中国新年前夕的 那个电话会谈当中 所达成的共识的基础上 进行会谈 这是昨天赵立坚 在记者会上这样说的 但是今天赵立坚 就让美国就给气了 赵立坚今天是这么说的 赵立坚说 美国和日本 他们这个二加二会谈 以及他们这个联合声明 根本就是两个国家 狼狈为奸 美国和日本联合声明 无视有关问题的历史经纬 罔顾事实和真相 只不过是美日狼狈为奸 干涉中国内政的右翼民政 和污蔑抹黑中国的恶劣例证 现在中国的态度也很强硬 美国的态度很强硬 除了发表一个美日联合声明以外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再次刷新了 对香港制裁的那个名单 点名全国人大 以及香港相关的官员24人 指责中国 侵害了中英联合声明 和香港的基本法 香港的基本法 这是中国的法律 是中国的次级宪法 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之下 香港地区的一个宗旨性的一个法律 相当于香港的一个宪法 这是中国的法律啊 你凭什么来指责中国 来指导中国 来制定中国的法律 真的是太狂妄了 而且态度非常强硬 说明天的会谈 不会做任何的让步 我认为中国现在就应该取消明天的会谈 你不做让步 你谈什么呀 中国昨天赵立坚的那个表态 多么的理智 多么的宽容 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就丝毫不领情 而且他们昨天还说什么 要求中国必须要对澳大利亚的关系正常化 如果中国和澳大利亚的关系 不恢复到之前的关系的话 美国将不会开启和中国的关系的这种谈判 美国将绝不会考虑来改善和中国之间的关系 这是命令啊 美国你凭什么给中国下命令 这也太狂妄了 美国和日本的二加二已经结束 那今天他们会开始和韩国的这个二加二 之前从二月中旬开始 就是拜登和习近平通电话的那个前后 他们就开始联系北朝鲜 但是朝鲜非常的有定力 朝鲜从来都不理他们 甭管是通过什么渠道和朝鲜进行联系 朝鲜全部都是一个拒绝的 不理他们 那昨天的时候 金正恩的妹妹发表了一个态度非常强硬的一段话 就说你美国拜登政府 你上台之后这四年 如果你想顺顺当当的话 你现在一开始你就不要搞事 如果你搞事的话 没有你的好日子过 这是对美国的一个威胁啊 朝鲜的这个威胁发出来之后 我就看到 美国白宫以及美国的白宫发言人 尽管有记者追着他们 要采访他们 寻求他们对这件事的表态 但是他们全都回避 不对这件事进行表态 但是拜登在某一个场合 他说了 他说绝不允许朝鲜拥有核武器 可是朝鲜现在已经有了核武器了 你想怎么着 我感觉现在拜登政府啊 他们已经无力于在掌控整个世界了 拜登说美国回来了 回哪了 这个世界上原本就没有谁请他来领导这个世界 没有人请他来领导 现在他要回来再继续领导 没有人买账 他现在对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任何的号召力 所以他现在就是虚张声势 现在就要先把中国拿下来 但是中国不会接受他的意志气势 你强硬 中国就被你吓回去了吗 中国已经不是以前的中国了 我看到英国还说 英国现在说什么 说中国现在因为也威胁到英国的利益 所以英国也要对中国采取措施 很明显的 他要再一次和美国绑在一起 中国怎么会威胁到英国的利益呢 英国是说挑战啊 说中国也挑战了英国 中国怎么挑战英国呀 你说中国挑战美国 还有情可原 美国说这个世界上 他是老大 因为中国的出现 因为中国的影响力 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 不再屈从于美国的这种领导 说威胁到美国的领导地位 这还说的过去 你英国说中国挑战英国 中国怎么挑战英国啊 英国现在根本就是一个不入流的国家 你以为你是谁呀 你以为你还是日不落帝国那会儿啊 说实在的 日不落那会儿 你把那么多国家变成你殖民地 那中国也不是你殖民地啊 你也没拿下中国呀 现在中国这么强盛了 你还想怎么着 怎么挑战你 挑战你什么了 你根本就不入流 现在英国一行 美国一行 逐渐的他们的影响力不在 现在只能是喊喊口号 靠这种虚张声势 给自己壮壮胆 壮壮底气 美国的这一系列的都没用的 中国必须得和澳大利亚恢复正常关系 那要看澳大利亚的态度了 澳大利亚的态度要是不真诚的话 那也不行的 我看这拜登真的是老糊涂了 就好像那些法轮功天天攻击拜登 就是拜登是老年痴呆 拜登真的老年痴呆 美国的国会也是傻子太多 当你傻子多的时候 骗子就多起来了 美国那些军方 那些亚太区司令 南方区司令 北方区司令 全都在国会那儿作证 鼓吹中国威胁论 无非就是想骗一些军费 就看你们国会的这些都是些傻子 知道你们吃哪一套 就是一个假学者都把你们给骗了 那这些战区的司令 都想骗骗你们得一些军费而已 傻子太多了 美国 拜登就是一大傻子 连他的国务卿 连他的国防部长 连他的安全顾问 他们的言行当中 根本就不体现出来 拜登的思想 而是用他们的意志 来绑架拜登 现在是拜登服从于他们 而不是他们服从于拜登 谁领导谁 现在都完全是颠倒过来了 美国这种民主 前面的四年选了一个疯子 这四年选了一傻子 你说美国还能好得了吗 明天的二加二会谈 我们肯定得不欢而散 让我说今天中国 就应该突然宣布 我们不去了 放他们鸽子 好 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第二个视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